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非以传承发展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非以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民用制度 分类保护政策 传承能力建设 交流与合作等各项工作持续推进 璀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中国大地 迷延千年 而历久迷新 在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中 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 多姿多彩的非遗活动 形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非以和旅游创新融合 线上加线下 畅游体验 让大众近距离感受到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 中国书法 昆曲 古琴艺术 穆卡姆艺术 等42个非遗项目 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数量位居世界第一 这些璀璨生辉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中华文明 几千年远远流长 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承载着中国价值 凝聚着中国精神 是世界无法忽视的 中国智慧 活泰传承 活力再现 促进非遗合理利用 传承民族文化 为群众脱贫增收 拓宽了门路 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衣食住行到健康生活 传统工艺 体育 医药 美食 表演艺术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包含着各族人民的 智慧与情感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独特创造与精神追求 京剧 海派旗袍 一张张独具特色的 中国名片 展示着礼仪之帮的 文明形象 蕴含着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 天津相声 河北灯会 湖北大谷 广东省尸 留住了浓浓的乡愁 展示了中华民族的热情 质朴 豪迈 二人传 朝鲜族农月舞 黑龙江贺哲族 以马堪 一场场传统文化的 视听盛宴 演绎着美美与共的 生活场景 苗族古歌 河南唐三彩 安徽毛笔制作记忆 福建木偶戏 一步步生动的 飞翼百科全书 散发着久远的历史气息 体现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景德镇瓷器 卢锦 浙江京史传客 南京云景 平遥七七 等飞翼项目 是传承人 世代守护的 方寸天地 是匠心精神的 千古流传 中华文明 直根于 何而不同的 多民族文化沃土 历史悠久 是世界上 唯一没有中断 发展至今的文明 新疆各民族文化 始终榨根 中华文明的沃土 是中华文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文化 始终是新疆各民族的 情感依托 心灵归宿 和精神家园 也是新疆各民族 文化发展的 动力源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完整准确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 最终参与创新传承之路 新疆是个好地方 飞移加旅游 已成为新疆各地 文旅发展的新模式 飞移特色项目 已成为各地旅游项目 与特色小镇 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 吐鲁番葡萄沟景区 飞移集市 哈密传统工艺工作站 喀什民俗飞移主题游 等飞移加旅游融合模式 让新疆飞移得到 前所未有的关注 为新疆旅游 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新疆各族人民 共同创造了 叉字烟红 枝繁叶茂的文化气象 麦西热福 马纳斯 姜格尔 阿伊特斯 等一大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 激发出更深沉 更持久的爱国爱江之情 在新疆大地上 一年一度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飞移活动 多姿多彩 形成了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让更多精彩飞移 能够触达大众事业 依托城乡基层文化空间 以传承人为核心 邀请民家民人 言传身教 非以进课堂等形式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 非以传播格局 增强了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建 增进共识 参天之墓有其根 淮山之水有其源 回望历史 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分成 博大精深 就在与它坚收并续的包容特性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 我们正在一起风发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迈进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 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绽放出更加名人的光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延续历史文脉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